我叫石俊一 三十岁 刚刚结束为期三年的铁窗生涯 监狱的大门外 没有来接我的人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三年前 妻子孙莹出轨被我捉奸在床 一怒之下我捅伤了那个男人 因此获罪入狱 判决书下来不久 孙莹就跟我离了婚 从此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亲人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我背着行囊茫然行走 心情就跟长满了野草的马路一样荒凉 那个女人出现了 星红的裙子迎风招展 就像一朵怒放的天堂鸟 她娇嘀嘀地对我说 我的车子坏了 你能帮帮忙吗 她很走运 入狱前我是一个汽车修理工 不到十分钟 我就帮她排除了故障 女人非常开心 从尾箱里翻出一罐啤酒 向我表示感谢 喝啤酒时 我忍不住再次扫了她一眼 竟发现她的表情有点古怪 怎么说呢 有点像猫 一只屁腻着爪下猎物的猫 脸上堆砌着笑 眼睛却冷的人 意识到不对时已经完了 我天旋地转 像一只沉重的米袋子一样 栽倒在地 我醒来时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被捆绑得像一只粽子 女人蹲在旁边阴沉地看着我 一件宽大的男士白衬衫 取戴了裙子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 劫匪 我苦笑着对她说 小姐 恐怕这趟你白忙活了 我是个刚刚行满释放的老改犯 头戴鼻脸都干净 女人一声不响 拎起一把粗大的扳手 不久前我刚用这把扳手帮她修好了车子 可现在 她却猙獰地把扳手举过头顶 对着我的右腿狠狠砸僵下来 咔嚓一声过后 是我的惨叫 我随即晕了过去 我再次醒来时躺在床上 右腿被打上石膏 缠上了果实不一样的绷带 我尝试着想坐起来 可才一动就疼得几乎窒息 接着 我看到头顶上吊着一个输液袋 心里顿时一阵轻松 看来那个女人 在打断了我的腿之后逃走了 而后我被好心人发现 送来医院救治了 门开了 走进来的并不是什么白衣天使 依旧是那个可怕的女人 她裹着那件宽大的男士白衬衫 幽灵式地向我走进 手里端着一碗气味可疑的汤 冷冷地对我说 想死得痛快些 就把这个喝掉 我喝了 是被她用勺子撬开牙齿硬灌下去的 我问她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不发一眼 那冷漠而轻蔑的神情 仿佛我在她眼里 已经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那一夜 我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 胆战心惊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然而直到天亮 我都没有断气的征兆 她嘲弄了我 女人再次出现是在第二天早上 是来为我换药的 她的操作手法绝对专业 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医生 我骤然陷入了比死亡更深的恐惧 她不像是一个劫匪 也不像是找我报仇的 难道她是恐怖电影里那种 具有特殊嗜好 专门找孤身路人下手的变态杀人狂 既然打伤我 为什么又要治我 我试探地问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治你 女人冷笑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一名医生 正在进行一项克隆基因的研究 也就是说将克隆细胞移植到人体内 培养和繁殖出相同的器官或肢体 以提供给那些有需要的病人 而任何医学上的进步 都必须通过实验来达成 你就是我选中的小白鼠 我打断你的腿 一是怕你逃走 二是实验的需要 我已经将克隆细胞植入你的伤口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几个月后你不但见不如飞 甚至还能再多生出一条腿来 我想听天方夜谭似的睁大眼睛 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你疯了 接下来的几晚 我连续做了一个恐怖的梦 梦见自己变成了三条腿的怪物 那个女人举着扳手疯狂地追打我 我想逃 却不知道先卖哪一条腿 醒来时我一身冷汗 失声狂叫 女人听到了 不以为然地对我说 你省省力气吧 这里是公寓的最顶层 而且装修时还用了最贵的隔音材料 就算你喊破了喉咙 都不会有人听见的 我真的很想扑过去 将那张邪恶的脸撕烂 女人尽管刻薄 但在饮食上从不亏待我 一日三餐荤素搭配 色香味俱全 我虽然恨她但我的胃却很没骨气 吃饭的时候我经常想起孙莹 心一弯一弯的疼 监狱三年 我是咀嚼着仇恨度过的 我发誓出狱后一定完成三年前未尽的心愿 杀掉那个给我戴绿帽子的男人 可是这个该死的女人的出现 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不能坐以待毙 女人需要工作 并不天天在家 当我勉强能够挪动身体的时候 我决定尝试逃走 我强忍剧痛 艰难地爬上了轮椅 可是当我离开这个 禁锢了我一个月之久的房间 来到外面的客厅时 我的心不禁再次跌入了黑暗的谷底 那是一扇设置了密码的防盗门 我试着输入了几组数字 军告失败 只好疯狂拍打着房门大喊救命 希望能有路过的人听见 然而从日中到日落 我没有等到任何回音 后来我看到客厅里的落地窗 便想用椅子将玻璃砸碎 来发出求救信号 可那窗子就像铜胶铁柱 一般不为所动 直到我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绝望地瘫倒在地板上 这个时候 令我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我发现墙壁上挂着的那幅婚纱照 男女主角居然是我和那个女人 而我正紧紧地搂着她 甜蜜地笑着 就像一枚熟透了的石榴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会这样 女人回来后面对这一地的狼藉 脸上再度扬起了嘲讽的冷笑 忘了告诉你 这里所有的窗子都安装了防弹玻璃 不好意思 害你白白忙活了半天 那婚纱照是怎么回事 我质问 证明我们是夫妻啊 女人阴阳怪气地打 你胡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说是就是 疯子 我气节 趁她弯腰整理东西 猛地抓起手边的花瓶扔了过去 荒康一声闷响 女人应声倒地 我急忙一栋轮椅逃了出去 她还没来得及关上防盗门 逃进电梯间的时候 我看到她摇摇晃晃地追了出来 满脸是血 好在电梯及时关上了 在这我迅速坠落 这个时间是下班高峰期 我相信公寓大厅里一定有人 只要有人我就得救了 一楼到了 电梯门一开 等候在外面的人 发现了失魂落魄的我 当时一阵骚动 我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无力地喊道 快帮我报警 有人绑架了我 奇怪的是他们没有理我 反而集体后退了一步 脸上现出嫌恶的表情 仿佛我是什么可怕的瘟疫一般 一个保安分开人群走进来 眉毛凝成一团 周先生 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你太太呢 什么周先生 我听不懂 正疑惑间 那个女人从隔壁电梯里奔了出来 对不起 吓到你们了 以后我一定好好看住她 她向众人鞠了一个躬 又说 麻烦你们 帮我把她送回房间好吗 几分钟后 我再次被押回了牢笼 从他们的对话中 我得知那个女人叫唐韵 而我是她的丈夫 叫周大红 他们还说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患有严重的被迫害幻想症 多年来常驻医院治疗 只是最近才被唐韵接回家的 上次她自残 砸断了自己的腿 这一次居然又用花瓶袭击你 真是太危险了 客厅里 众人七嘴八舌地对唐韵说 哎 你真的不该把她接回来的 有什么办法呢 她毕竟是我丈夫 唐韵处处可怜的柔柔眼 她的演技真是太精诈了 骗住了所有的人 而成双的牙缸 绣着鸳鸯的枕巾 飘着烟火味的厨房 以及看上去甜蜜无比的婚纱照 更令我们的婚姻关系确凿无疑 因此我的辩解 巨巨都在作茧自负 尤其当我揭发她绑架我 目的是要拿我做医学实验的时候 竟引发了哄堂大笑 周先生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 科幻片看多了 我彻底崩溃 人群散去后 唐韵推开我的房门 笑得像一只奸计得逞的狐狸 石俊一 我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这是个策划周密的阴谋 他首先将我的腿打断 让我失去自由 又找到了我藏在行李中的婚纱照 通过技术手段 将他和孙莹的相片 进行了置换和放大 挂在了墙上 以此向邻居们展示我们的婚姻关系 同时 他还四处游说丈夫患有精神疾病 从而令人们对我退避三社 以达到长期禁锢我的目的 唐韵多么美丽的名字 多么恐怖的心迹 我狠狠地盯着他 如果手臂够长 他的脖子早已被凝成了麻花 突然 唐韵的笑声卡住了 就像真的被卡住了脖子一样 他亮腔冲进卧室 从一只瓶子里倒出几颗白色药丸 塞进了嘴里 他应该患有某种严重的疾病 这样的发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最近犹慎 真是报应 唐韵有一架高倍望远镜 夜里经常坐在那里发呆 这一晚他又在那里坐了很久 还抽了很多烟 他安静的时候样子很美 卷发凌乱 眼神涣散 一只手夹着烟 一只手抚摸着裸露的脚趾 这个时候 总是给我一种错觉 仿佛他跟那个打断我腿的女人毫无关系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他突然回头说 原来他早已察觉到 我躲在门后偷窥 我暗恋一个男人很多年 很爱很爱他 为他做了不少傻事 譬如绕几条街跟他同乘一辆公车 半成清洁工 收集他扔到垃圾桶里的烟蒂 给他只永远都送不出去的手套和毛衣 甚至还做过小偷 从干洗垫偷过他的衣服 知道我为什么最喜欢穿这件白衬衫吗 因为这是他的 上面有他的味道 而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事 他却一点都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实话告诉你吧 我患有一种遗传性心脏病 活不过三十岁 而我进行克隆基因研究 主要是为了给自己治病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资格去追求爱情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岁 你别高兴得太早 如果研究失败了 我会带上你一起走 黄泉路上也好有个半 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 对着我的脸喷了一口浓烟 笑了 唐韵的实验似乎失败了 因为我多次偷偷打开过绷带 没有发现任何一状 相反伤口愈合得很好 已经结了家 不过我更加惶恐起来 因为最近每次换药的时候 他的脸色都一场阴沉 暗藏杀鸡 也许他正在考虑将我的另一条腿打断 以继续他变态的实验 我加紧策划第二次逃跑方案 这天唐韵上班之后 我扶着轮椅在屋子里瞎转 无意中来到那架高倍望远镜前 我好奇地凑上去 望远镜的倍数很高 远处的景屋都看得一清二楚 突然在对面楼的一个房间里 我发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 是孙莹和那个男人 早就听说他们结婚了 生活在一起 可当我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时候 心还是狠狠地疼了一下 接着更大的疑惑覆盖了我的心痛 为什么唐韵的望远镜里会有他们 仅仅是巧合吗 又或者唐韵根本就是有地放适 他们是一伙的 因为担心我出狱 会对他们进行报复 于是设计了一个连环陷阱 让我跳下去 利用种种手段 让别人以为我是疯子 从而理直气壮地控制我的自由 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我越想越是愤怒 全身的骨骼都在闭波坐下 就像失控的山火 当唐韵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完美的复仇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偷走唐韵的药丸 令其在发病时不得救治而死 之后用他的手机报警 接着警察离开这间牢笼 这是正常死亡 谁都怀疑不到我的头上 我可以全身而退 再去找那对奸夫淫妇算账 计划顺利进行 七天后 唐韵死了 他咽气的时候眼睛瞪得很大 他一定想不通 满满的一瓶药丸为何不翼而非 只剩一个空瓶 而我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将偷来的药丸一粒一粒扔进马桶 然后微笑着按下冲水键 警察在接到我的报警电话后 破门而入 我用早已准备好的台词从容对答 滴水不漏 正当我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 冰冷的手铐靠在了我的手腕上 他们说我涉嫌谋杀 因为我的床铺下面藏匿着大量的药丸 把救命的药丸藏匿起来 不是谋杀是什么 我像死不瞑目的唐韵一样 大瞪着眼睛 这怎么可能呢 我分明把那些药丸都扔进马桶里销毁了 石俊一一定想不到 床铺下的那些药丸是我放的 他以为自己很聪明 其实又一次中了我的计 石俊一还想不到的是 我并不是孙莹他们的同伙 他们甚至不认识我 石俊一更加想不到 我暗恋的那个男人就是他的死敌 孙莹现在的老公 这件事从头到尾 是我一个人策划的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因为我深爱着那个男人 所以必须阻止石俊一去伤害他 我患有遗传性心脏病 活不过三十岁是真的 进行克隆基因研究是假的 他只是我用来迷惑石俊一的障眼法 原本我只想打断他的腿来拖延时间 没想到病情突然恶化 我随时都有猝死的可能 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 利用我的死来牵制他 我反复考虑过 只有石俊一被关进监狱或者疯了 我深爱的那个人才会获得永世安宁 虽然我做的这些他通通不知道 不过我还是很开心 爱一个人未必需要得到回报 只要看到他过的幸福就好 我会在天堂里继续为他祈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